除夕到了,一家人围炉首岁,共赢新春是每一年岁末最重要的时刻。 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,一起在家吃顿团圆饭是华人多年来的传统习俗。 而随着时代变迁,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走出家门,到餐厅享受大厨定制的高级美食。 2月4号下午,中心社记者来到了台北元山大饭店,一趟高定板年夜饭的诞生。 进入后厨,大厨们正在热火朝天的烹饪摆盘。 主厨叶博华介绍,他们从一个月前就已预定年夜饭食材,在除夕前一天开始着手备料。 为了迎接春节,云山大饭店进行了特别装扮,年节花灯,春联,气球,将整个餐厅装点的喜气洋洋,年味十足。 现场还设置了传统的年俗道具,让食客们吃饭的同时还能进行年俗体验。 其实我们五个用餐区都已经课满了,那总人数会达到2700多人。 包括我们会设立的三个打卡区的一个背板的拍摄,这个是一个八线桌。 我们的家长能够坐在上面,为小朋友们发红包,还有非常有趣的庙口的童晚,让小朋友们去回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,他们小时候都玩了哪些游戏。 五十表演,敲锣打鼓,随着夜幕降临,餐厅的年节气氛达到顶峰。 工程交错间,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。 新年快乐,来天长快乐。 我们就是因为每年都自己做年夜饭,然后今年特别带爸爸妈妈来这边吃,然后就可以感受这种过年气氛,然后又不用自己煮,很辛苦。 最喜欢吃的是柴园广进通四海,我们那个龙虾起司。 今天是除夕,大家来圆山走一走,有我们中国味,有台湾味。 我们已经环岛了,希望说过年放在台北,然后而却放在圆山饭店。 我很喜欢这里头的这种装饰以及它的风格,也是我们传统中华民族的一些元素和特色在里头。